香港反送中越演越烈传出中国打算派出解放军镇压 没想到现在竟发生屏东方辽乡镇顾问李孟居房港深圳被消失 本来我们还以为是手机没电 但没想到这次失联这么久 我们非常的担心 44岁的李孟居是新竹人和陈亚林是多年朋友 他留美回国相当关心公民运动 今年5月受聘到方辽乡担任国际组乡镇顾问 这个月18日李孟居只身前往香港旅游并到深圳恰商 20日当天陈亚林和李孟居透过通讯软体互相联系 但之后却音讯全无 那我们原本约好在27日我们一起到印尼的日热来参加国际会议 但直到我27日到印尼的时候 询问主办单位都没有李先生的相关消息 李孟居经商时常往返两岸三地 但从没失联过 香港民众在脸书上指出 李孟居曾恨亲友提及想到深圳 结果20日当天发送一张解放军在香港边境集结照片后 就失去联络 质疑是被消失了 文中还提及金多帆打探发现这禁非个案事件极不单纯 就怕李孟居被中国记棋 目前已通报陆委会协讯 希望让李孟居赶紧回到台湾 地方中心屏洞报道 付费也是应当的 有收费的媒体它提供的新闻的品质 就会比较高嘛 这是一定的